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Radio Eye Care有心情网上电台 我是何嘉莉 今天会继续跟大家讲的 就是饮食和情绪的关系 请来的就是黄庭之医生 黄医生 你好 你好 欢迎大家 黄医生 我的理解就是 当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 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 例如我不吃东西可能会暈倒 如果长期不吃东西可能会健康 甚至命都没问题 但原来食物都跟情绪有关 其实情绪都是在脑内发出的讯息 脑内也是一个器官 跟心肝皮肺腎一样 都是需要有足够和好的燃料才运作得好 例如你有糖尿病的话 医生都会叫你 饮食方面要小心点 其实在精神科方面 也有这些研究指出 原来你给一些好一点的营养 脑内运作得好一点 可能对你的情绪病方面 也有些帮助 作为前上班族 我对上班族的心情 都很了解 例如上班 早上赶猴赶命 就会去做早餐 又吃快餐 下午可能会很累 想卸一卸 随便吃东西 然后吃东西 其实对上班族 他怎样可以吃得好一点呢 身为现在上班族的我 我也明白到 都市人的生活很趕的时间 但是我都见到很多人 譬如很多时候 就是买个包 搭包维他奶 或者搭杯奶茶 在街上就一袋袋 拿上班 午餐时 可能去排饭盒 大家拿快餐厅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给一些 心机和时间 其实可以安排得好一点 的话 不一定要花很多精神去做 例如早餐的话 你可以煮两只鸡蛋 你可以回到公司吃也行 或者你在途中 你找个地方 一个小公园坐下吃 如果你比如早餐 你觉得 我需要有一些 营养多一点的东西 可能你在公司放下 一些果仁 或者放一些生果 等你不会饥饿的时候 就去吃一些 没有那么营养的 例如零食 薯片的东西 反而你抬头 就已经有些 很营养充足的东西 给你吃到 午饭的话 其实我自己 都会带饭盒上班 其实如果晚上 煮的饭 煮多一餐 只不过是把它 带回公司吃的话 那比你可能 外面吃的东西 没那么营养 或者你知道 他们 你不知道 他们用什么 质素的东西来煮 对 对 它价钱方面 都有反应到 如果家里 你自己知道 我买的东西 是质素好一点 其实拿回公司吃 就可以一来省钱 二来省时间 即是隔一夜都没所谓 其实隔一夜都没所谓 我觉得隔一夜都没所谓 最担心的是 你煮不上热 这些食物 令肚子不舒服 但是 其实如果你晚上吃的东西 和晚上吃的东西 营养已经煮熟了 你叮热去吃的话 其实营养依然价值都在 是 而且自己一手一脚 买的材料 知道它有多好 是 刚才我说的是吃饭 我也记得 那时吃完饭 尤其是吃得很饱 回到公司 跟着开会 就大件事 在那儿休息一下 在那儿休息一下 是否真的不好吃 那么多烦恶 那些冷酒 中国人说是反气攻守 对了 其实这个现象 很多人都会自己尝试过 但是其实本身人体 去到下午的时间 那些荷尔蒙 那些身体里面的反应 其实都会叹叹叹 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只不过 可能你吃了一个午饭的时候 你需要去消化食物 那你的血液可能集中在胃上 要做消化的东西 那其实你消化的时候 你个人要在放松的状态 你才消化到食物 那你个人就会自然放松 就可能会更加眼睡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 这件事真的好影响到你上班 可能调节一下 或者午饭的时候 不要吃得那么饱 或者分开两餐吃 或者你觉得 特别是吃得多淀粉质的时候 会令你累 那可能就吃少一点 晚上吃多一点 但个人的反应都不同 所以可能要自己尝试一下 看看哪个方法 会令你觉得最舒服 我认为淀粉质 多人会附入 不是有什么转化成糖 淀粉质有很多种 是 小时候有没有跳橡筋绳 有… 橡筋绳就是一个圈 一些混合化的淀粉质 就像很长的橡筋绳 橡筋绳 但有些譬如砂糖 它只有两条橡筋绳 放在一起 所以你消化砂糖的时候 就容易一些 但是容易一些吸收 和容易一些消化 也会刺激到你身体 多一些胰岛素做出来 但如果你胰岛素做出来 因为它帮你消化了血里面的糖分的话 你的糖分又跌了 那你经常高高低低的 你个人身体就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因为你的身体觉得 原来我的食物的来源 常常都不稳定的 时高时低 它就没有了一个平衡的作用在 反而你吃一些复杂化的淀粉质 它就会慢慢慢慢去消化它 它在你血液里面那些血糖 就会散发得慢一点出来 也不会一声这样掉了 所以其实会帮助到你平衡你的血糖 而胰岛素除了帮你消化血糖之外 其实它有第二个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 将你身体里面有一些氨基酸 即是蛋白中的一些成分 将它打入你的脑里面 去做一些血清素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血清素 就是一些令我们情绪开心的 一些身体的化学物质 是一些传递物 但是血清素 它其实也会令你有点 好像想睡觉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觉得晚上难入睡 或者睡得不塌的话 可能晚上多吃一些淀粉质 令你的人更容易做一些血清素 可能令你熟型的质素更好 小时候妈妈叫我睡不着 我喝一杯奶也真的有根据 是的 因为可能奶里面也有奶糖 所以也会有少少这样的作用 那喝酒呢 因为有些人说 睡不着了 起床喝一杯喝酒 那真的行不行吗 其实喝酒又好又坏 你享受过喝一杯酒 那当然会令你个人有点醉意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容易一点睡 但是酒精 当它在身体里面分解了的时候 它那些分解物也会有些刺激性的功效 那会令你个人突然想窄醒 那可能睡一睡 晚上三更半夜 就会个人醒了 或者睡觉的时候不放松 所以建议不要在临睡前喝太多酒精 就是轻轻松松一点 无可定可以的 但多酒对身体都不太好 那核桃呢 有些人说耳形寶形 那核桃就好像一个脑 是的 耳形寶形就是中国人说的说话 是的 其实也有根据 因为虽然核桃的样子 很像我们的脑 是的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些叫Omega-3 是的 就是牛米加3 其实看奶粉广告 或者看BB广告都说 吃多些Omega-3对脑部发展好 多些DHA又对脑部发展好 那可能核桃里面 它含Omega-3的成分高一点的话 那我们吸收了它 可能也对我们的脑部发展 或者保养也会好一点 那黄医生 所以我又听有些人说 升档的哲食都可以帮助情绪 哲食这个字 很多人听上去就说 他是不是想减肥 对身体有坏 但其实现在有些研究 指出有些叫断食 英文叫Intermittent Fasting 就是吃不吃的时候 可能会对身体有些功效 有些好处 那为什么呢 其实想起原始时代的我们 就是你猎食到或者找到的东西 你就吃 找不到就饥饿了 我吃 那其实我们人的身体 本身的机器製造出来 就是有食物的时候 我们应该吸收到的链鱼 没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生存到的 我们远古时代 不是对着钟看着 多少点就要吃的花 以为你捉到的东西 对 捉到就有得吃 找到就有得吃 但其实断食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断食的大前提 就是每一天的营养 依然要足够 但可能现在有些 比较流行说断食就是 我将食物在八小时内吃了 然后其他那十六个小时 就吃少点东西 或者不吃东西 其实你只不过是 让你的身体去习惯一下 原来有食物的时候 我会吸收得好些 没有食物的时候 其实你身体做一些清洁的工作 那为什么我们 譬如晚上睡觉 早上起床 我们英文就叫做 breakfast 其实是breakfast 是吗 晚上的时候 你的身体做一些 维修的作用 其实你要没有食物的时候 他才能做到 譬如你开圣诞派对的 那些人来到大饮大食 搞到整地都是污漏了 你都要所有客人都离开了 你才可以做一些清洁的工作 那其实也是一个身体 去弥补自己的一些方法 那良好的饮食习惯呢 又为精神健康 带来什么好处呢 其实如果我们有良好的饮食习惯 就是好像我们的车 给一些漂亮的油 那部机会运行得好一点 是吗 还有我们定时要保养 维修车 那你都想给一些漂亮的资源 去弄到车好一点 因为我们生出来 只有一部车 而已 没得常常去换 所以生出来的东西 你想保住 现在我们长命了 个个都八九十岁的时候 你的脑子都希望可以用到这么久 所以我们一直要在这方面 如果着重一点 如何去保养得好 其实对我们无论是脑部 其实身体各方面 或者患有长期病患的风险 都可能会减低一点 好了 那最实在的问题 那怎样才算是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呢 其实良好的饮食习惯 就没有一个很特定的方法 没有说这个方法对 那每个人都跟着这个方法 就做就可以了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的 你呀我呀他呀 每个人的基因构造不同 我们出生的地方 譬如我们亚洲人 还有可能一些外国人 他们本身 那么多代以上吃的东西也不同 我们的基因也从我们这么多年 对环境的沟通也有少少影响 譬如亚洲人 他们可能有些人喝奶 他们消化得不太好 但是欧洲人他们这么多年来 他们都是喝很多奶类的东西 可能他们就会有些基因上的改变 令他们消化奶类比较容易 但是亚洲人 我们主要都是吃一些蔬菜 米 变成我们其实消化碳水化合物的功能 其实已经好了 是比起可能某一族的人 是 而且我们不可以跟一些南非 北极南极的人比较 他比较多 对了 所以其实很看你自己吃的东西 但是我想可以中括来说 如果我们吃的东西 多蔬果生菜 种类和颜色比较多 有适当的蛋白质 还有健康的脂肪 其实是一个已经很好的大缸 第二就是灵食方面 有些现代社会我们有的快餐 一包包、一盒盒、一罐罐的东西 如果可以吃少一点 可能也有些帮助 因为始终这些食物 可能营养没有那么多 或者它是有一些防腐剂化合物质 在这里 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功能 因为你吃就是吃了这么多 你那位数据只有这么多 那为什么不将那位数据 用在一些比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就不要浪费在一些无益的东西 好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不如去那边 煮一道对身体健康好的菜 好了 大家看到我穿着这一套围裙 都知道是要煮东西的时候 也得到黄医生的介绍 我们用了这种材料 究竟材料有什么好处呢 稍微介绍 现在你们讲讲 我们的材料包括有蜆 有菠菜和各样的调味 很简单 首先把蜆放在滚水里 拿进去 哎呀 蜆是比较圆的 很生满 蜆正在动 它们现在躲起来 你马上知道死了 我们先放一点 其实这里只有吃满 所以也对 其实为什么介绍这套菜呢 对 蜆是什么好呢 蜆刚刚也有提过 其实含抗物质很多 而且它含维他命B12 甚至比动物来源的食物更多 尤其是老人吃不到肉 消化得不好 或者有些人不想杀生 但也可以吃到海鲜 其实吃蜆可以吸收到很多维他命B12 另外也会有菠菜 菠菜有什么好处呢 菠菜你能看到 叶子是深绿色的 对 代表它里面有很多铁质 其实我们也需要铁质 让我们做出红血球 才能氧化到我们的脑子 还有它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钙质 各方面的维他命 其实叶酸也有很多 为什么叫叶酸呢 就是从绿叶上出来 所以维他命B12 再加上叶酸和确物质 其实也帮助我们做一些 脑子里面需要的传递物 对 一会儿除了有蜆和菠菜之外 还有其他各样的调味料 我知道有蒜和姜 还有其他糖和醋 蒜和姜应该对身体很好 对 你有没有听过小时候 阿嬷就会煮些姜水 有 或是会拍到姜 就会煮些水 你又不知道在哪里 对 其实姜和蒜 它们有一种很刺眼的 刺鼻的味道 很刺鼻 拍了之后 那些味道会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植物 它被人侵犯的时候 它没有脚可以跑 它就会做一些很刺鼻的东西 希望可以驱走它 侵袭它的人 其实我们就想 运用它这些香味 其实它也会帮助我们身体 例如抗氧化功能 令我们免疫系统好一点 所以为什么要拍了姜 或者要切了它小小粒 其实就是希望它可以做多一点 出来就帮助我们 所以身体好 其实除了姜和蒜之外 好像有些香草也很有益 是的 其实不同种类的香草 亦都有它们不同的特性 所以很难一言难聚哪一种 总有哪一样的好 一般是什么 薯味草 露莓 什么茹香草 什么什么肉桂 是 和黄姜粉 亦对脾气内的发育很重要 Actually建议大家多点尝试用不同的香料 去调味一下 很好 好, 現在我看看蜆是熟的味道 開始開了, 是不是? 好, 大家看到水滾了 我們先把蜆撈上來 真的很漂亮, 開口 記住煮熟一點 熟了, 開口不用怕 這個合格吧 是的 所以自己煮有個好處 對, 知道是正常煮熟 好, 下一個步驟就是要拆肉 很簡單而已 放在這裡了, 是嗎? 我們先放在這裡, 因為要拌 回來的殼就要拿開 我們兩個好像很順暖 比雙用粥沒那麼熱 我以為剛剛煮完會好熱 但原來也不是 你煮東西煮得多, 熟習習慣了 其實不太好, 吧? 沒有那個蜆蜜了, 是嗎? 代表你煮東西的技巧高 好, 我先把殼拆掉 拆掉了 然後很簡單, 要放一點水 如果不放一點水, 那就濕粒粒就不太好吃了 然後如果水不能避免, 整碟都倒進去 就不用吃了 好, 然後就把調味料, 是嗎? 這個是糖, 我又倒進去 還有一些蒜, 因為這裡是拌粉 所以每天都放一拌好, 還有薑 其實這些吃多一點沒壞 天生都說過 看看自己喜歡吃多重 對, 自己適應那個味道 然後就可以了 其實剛才我已經放了一些鹽 一些蒜、薑、麻油和醋去拌這個鹽 那就提到醋了 為何醋加上菠菜也有好處 有好處嗎? 因為原來菠菜裡面的鐵質 如果加了醋、維他命C、酸性的東西 在裡面吸收得比較好 但反轉, 如果加一些乳酪 或者高鈣質的東西 會減少吸收的成分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就是習慣上用醋拌一下食物 對, 所以很多人煮菜的方法 其實都有一些智慧在這裡 是, 這麼多千年, 女精性 好了, 拌好之後 現在就放進菠菜裡 不要浪費 很多時候人們覺得調味料而已 不要用薑、蒜、丟掉它 但其實全部都可以要翻 然後就跟菠菜一起拌均勻, 是嗎? 是 牙齒也很漂亮 好了, 這個菜真的這麼簡單 灑一些蜆、灑一些菜 然後攪拌一下, 對身體非常有益 今天很感謝醫生提供了這個菜譜 好, 那我們下次再看看煮甚麼 好, 那我們下次再看看煮甚麼 我來思考一下 嘖 大汗 我是想告訴你 這個菜譜